文人 回来到我们一起看天气 这两天呢明显转干了 另外一波东北风正在南下当中 所以在转干转情当中 周日会有一点低温 但是没有太低 略降一点点到下礼拜一 下周二三四就是显著的回温 不过下周四五又有一波冷空气南下 请大家掌握这个节奏 世界经济论坛在这两天 公布了一个全球的风险指标 他第一个呢就讲的是全球暖化 全球的这个碳排放量跟暖化的目标 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的这个的确在今年的疫情之下 大概算出来减8%的排碳量 跟这个曲线相比减了8% 但是预期呢很快的就会往上走啦 所以因为这个大多数的国家 并没有趁这个机会做出一些改变 当然啦如果我们有一个共识的话 往这边往这边往下减就有一些机会 这个是要请大家特别注意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所谓全球的风险的指标 这一次呢他们又把这个疫情 传染病放进去了 像这今年2020年遇到这个新冠疫情 当时1月公布的时候还没有这个东西 这个没有那么的高 现在把它拉上来了 但是呢气候变迁 它还是列为一个守卫 气候变迁的行动的失败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这两个是相当的 跟我们台湾的这个气氛上 着重的程度似乎不大一样 所以请大家一起来关心 那台湾这边呢其实明显变情很多 原来的这个云系呢 已经东移到台湾的东半边的这个太平洋这边 我们这边正受的东北风的一个影响 那整个转干当中 不过呢这个转干呢 相对的也带来一些比较凉的空气 稍微降温一点点 没有太凉啦 但是这个未来这几天这个是蛮不错的天气 是东北风但是弱弱的东北风 下礼拜四五呢另外一波这个比较强的冷空气会在南下 然后我们这边呢大概就典型东北风 东北风的天气呢就是东半部还有北部呢比较阴沉 但是大多数是比较晴朗的 目前来看的话可能下周一 这个二月一号二号 可能还有一波比较强的冷空气会来 但是这个还有边动空间 大致上呢在过年前一个礼拜一波的系统啦 这个是我们典型很冬天的类型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还没有比之前更强的寒流来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两天呢 就有一点东北风的影响 但是到了下礼拜一呢开始东北风险弱 就等于是慢慢的开始回温了 未来呢会有几天稳定的东北风 弱弱的东北风的天气 北东迎风没有增与中南部都很稳定 但是一稳定就麻烦了 就要注意空气污染了 中南部呢越往南空气品质越超 预计呢到了礼拜三礼拜四之后 东北风强一点或许有一点改善 但是说真的蛮困难的 温度上呢都是类似 北部是15 16度空洋地区是34度 白天的高温呢就有很大的差别 有时候云量像这两天温度比较低 会19到22度 礼拜一礼拜二呢会好一点点回升 那礼拜三礼拜四 尤其礼拜四礼拜五又往下跌 但是跟这两天相近没有跌太多 然后南部呢中南部有一点点变化 但是没有像北部这么的明显 大致上呢南部越往南 就要注意空气品质 高雄屏东已经连续好几天 到达所有族群都是不健康等级 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在东半部呢偶有短暂性的阵雨 那预计呢礼拜天也是一个 西半部都是晴朗的天气 但是越往南空气品质越糟 请大家多留意了 以上是今天天气